来看当地时间14号 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 突访埃及同埃及总统塞西 就目前的利比亚局势进行了交谈 另一方面 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的军事冲突仍在继续 利比亚国民军统治是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队 在迪利波里陷入了拉锯战 埃及总统府在14号发表的声明中称 埃及总统塞西在总统府 跪见了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 双方就当前的利比亚局势交换了意见 声明中还提到埃及队在利比亚境内 针对恐怖主义的打击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 利比亚国民军同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队 在迪利波里城内多处的交战仍在继续 除了地面部队以外 双方的空军也持续对对方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根据军方的消息 14号当天 国民军一架战机在迪利波里南部坠毁 但更多细节并未透露 此外 双方都指责对方对平民发动袭击 14号早些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称 发生在迪利波里的军事冲突 目前已造成121人死亡 近600人受伤 另据路透社援引联合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报道 目前因迪利波里军事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平民 已经达到约13600人 此外 由于冲突持续 联合国方面已宣布推迟 原计划于14号至16号 在利比亚城市古达米斯举行的 既在推动利比亚全国选举而进行的全国会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